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撤除孔子学院 那为什么会有孔子学院 其实就是由2015年16年 那时候中国提出 很多的西方国家都觉得现在中国强大 无论是经贸方面 外交方面 各种这样的合作 都需要很多认识中国和中国文化和文字的人 所以孔子学院认为而生 在加拿大 在德国无处不在 而最终的就是希望 就是以在英国都设立超过100间 那结果 特朗普 他打响了第一枪 跟着你见到陆续这样 孔子学院在美国烟烧云散 但是始终都好 因为很多长春藤大学 长春藤大学他们本身是设立了这些学科 那要取缔他的 那就跟台湾商量 实际上由特朗普到现在很多的美国的学生 去到台湾留学是学中文 而台湾也都借此机会 他们想将中国传统真正的文化 即是不是马列主义 这一途 尤其繁体字走出去 所以2020年底 台湾和美国签署台美教育倡议 据美国在在台协会统计 直至今年年初一共有146名 美国学生取得奖学金到台湾学中文 而台湾則派出39名教师父母 调委会在美国设立了54间 台湾华语中文学习中心教授华语 而且目标是在欧美设立100间 那为什么这一单新闻会讲这里 因为讲的是英国 英国境内现有30间的孔子学院 以及150所以中学生为目标的孔子教室 中英社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说 目前难以全部关闭 原因就是缺乏私资 希望能由台湾取代 因为全部关闭不现实 反而既然已经有资源 有校舍在这里 这样只是需要教师 所以台湾师范大学 华语文教学副教授杨聪荣 接受访问的时候透露 英国对关闭孔子学院早有准备 上年他们已经派了20名官员 去到来台湾学中文 孔子学院的关闭 他们如果要中文的诗资 立即可以从台湾这边补充 在这方面绝对是没问题的 不论质数方面或者人数方面 台湾的标准是做得比较完整 做得比较优良的私资训练 这个是信心有的 就是全世界 现在他们都需要中文或者中国文化 只不过由中共变成了台湾 如果你问真真正正对中国传统文化 是有深刻的研究 还有值得反省的 其实台湾才是最重要的 你看一下台湾那些翻译小说 翻译文学 是很强劲的 只要你去过台湾你就知道 他们更加和日本和韩国和西方国家 不停地交流 他们将中国文化变成了世界文化的一部分 就以翻译来说 你就知道 譬如他们有一些 讲宋朝讲蒙古 他说世界史 就是日本人 世界史 其实的起点 是应该由蒙古开始 因为蒙古打通了中西方 世界史 就是互联互通的话 应该是由蒙古这个朝代开始 但是你看到台湾是大量翻译这一类的书籍 至于香港 至于大陆他们是做不到 大陆因为太多的禁忌做不到 香港 市场太小 如果你要看这些书的话 其实都是看台湾的翻译本 而所谓的CG 也都因为陈水扁 陈水扁在位的时候 极力发展的就是大学教育 结果现在台湾的大学是个性 你没听错 台湾的大学是个性 只要你原读的话 人人都可以读大学 在台湾 变成了他们培训了大量这些这样的大学 或者这类这样的CG 所以你一替换 就是你不用中共的 你一替换的话 台湾就能够接得上 其实如果台湾 能够取代了全球的空子学院 也都会令到台湾的软实力 走出世界 如果台湾就能够取代了整个国家的软硬实力 这样台湾分分钟在国际的地位 虽然不能够取代中共 但是方便到它整个国家的软硬实力 给世界认识 这个很重要 重返联合国 都有可能借这个机会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赞 追踪 订阅 课金 看广告 可以说加入会员能比赛 代表安天南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请喝咖啡 拜拜 IM澳洲移民公司 专注移民二十几年 为18至47岁香港人 精选最出息的 亦港币15万内 无需瓦斯成绩 我们为作假期签证 合资格人士 雇主愿意提供 劳工移民担保 有护理资格的港人 可以推荐雇主安排工作 办理劳工顶居签证 无年期上限 我们亦为50岁以上的港人 申请居留签证 澳洲比英国更易找公同入籍 无论在香港 英国 台湾的朋友 想移民澳洲 就快点找Christie啦